許智安和黃森永的士內熱吻的影片傳出後 兩位當時人都先後交代事情 而馬國明這一日亦都向記者作出回應 其實這件事我知道了之後 我很快已經沒有生氣這個感覺 我很平靜 而且我很快變成擔心 我很擔心這件事牽涉在裏面的所有人 任何一個受到傷害我都不希望 可能我唯一可以代表她說一些話 其實我知道她也知道自己做錯了 我也知道她很想出來跟大家說 但好像公司就暫時怕她的情緒不穩定 怕她會說錯話 所以就沒有安排她出來跟大家說 我只可以說其實她還是很年輕 未來還有很多路要去面對要去走 我希望大家會給她一些空間 其實安仔自己都說了話 我也不會發表任何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人有資格去發言 除了安仔的太太之外 至於我呢大家就不需要擔心我 因為接下來我都會繼續很專心我的工作 我會繼續拍好我的戲 我最後想交代她的就是 有些媒體她會訪問我家人 我希望大家就高抬貴手 我媽媽突然有這麼多麥克風 她是會害怕的 她可能會說錯話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媽媽的說話放大她 謝謝大家 我想問你跟她的回答 我沒甚麼可以說了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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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關心